美国公然对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说三道四 对中国外交竭力的污蔑抹黑 为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说笑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我要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脑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方敦促美方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承诺 落到实处 甚至又甚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